假設各位有興趣啦 你可以再從AI產生的這個結果有沒有 比如說它第一段產生的是這一個 這一段的話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是建議你自己就可以再去試試看 比如說第一段是這個嘛 它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第一個的話就是說呢 它利用MID函數有沒有 然後這個第一個參數一定是固定的 不固定的話是這個啦 從哪個是開始找 所以它這邊其實是利用一個FINE函數 FINE函數的話呢 裡面你會發現它其實用了幾個參數 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再把優標放在這個上方 按插入函數 它就幫你把它跳出來 那也就是說你觀察一下 FINE這個函數呢 它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可是其實只要兩個就可以啦 那這兩個參數分別給什麼 第一個是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瓜糊在哪裡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去哪邊找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它回來的答案是第三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 錢瓜糊的位置在第幾個字 一二三嘛 所以我們就知道三 那也就是說MID函數 我只要放多少 放三進去 它就從第三個字開始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個三後面 它有加一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加一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 如果假設我從第三個字開始 去取得資料的話 它會連錢瓜糊都加進去 也就是會變成瓜糊第三界冠 不對啊 所以我要讓它往後一個字的話 就加一嘛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問題 這個把它取消一下 MID的話 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 第二個參數是要給什麼 幾個字 幾個字要怎麼算 所以它的公式邏輯是這樣 它就是找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 找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的位置應該是第幾個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九個字對不對 那減掉 它是減掉什麼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這個位置 第九個字 減掉第三個字的位置 三減掉九的話 那得到多少 得到六對不對 可是裡面有六個字嗎 沒有嘛 只有五個字對不對 所以它在把六減一 所以它的公式大概是這樣 應該看得懂這意思吧 只是說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你會看得很痛苦 有沒有 這個是找前瓜糊的位置 跟你講 找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找前瓜糊的位置 後面呢 你會發現它多一個減一有沒有 那減一的話 主要就是怎麼樣 它會多一個字 如果你沒有減一的話 那會變成多一個後瓜糊 OK 所以這樣就不對了 不過 這個思考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是還蠻建議 各位可以把這個fine函數 可以把它學好 因為未來 只要你要取得的資料 它的位置不是在固定位置上面 就一定會用到fine這個函數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 自己再試試看吧 所以這邊學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mid 第二個是fine 第三個的話就是faire 所以最後我剛剛就是把這個faire 這個公式減下 然後插入這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邏輯的faire 把公式貼上 然後再加一個雙引號 這樣的話呢 就是去除錯誤的部分 OK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貼過來 不過我是建議 有AI當然固然方便 可是最好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把函數自己也可以操作 那當然就更沒問題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 當然一樣 我們上個禮拜就會想說 這公式很冗長耶 可不可以幫我改成一個簡短的名稱 比如這個名稱也許叫什麼什麼 瓜糊字串之類的 函數好了 然後呢我只要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一個函數讓我選 然後呢我只要給它資料 它就給我結果 而不要輸入這麼一大堆公式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有要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在講如何自己自訂函數 那自訂函數還記得吧 自訂函數的話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有沒有 所以底下的話 我又問它第三個問題 請幫我改為VBA 那VBA的話呢總共有兩種模式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 所謂的Function 自訂函數 所以呢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 OK 那這個時候我想試試看它會不會那麼厲害 所以我再試一下 把這個問題送出之後的話 它一樣啦滿貼心的說 你要打開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就VBA 然後它說要Insert Module 其實就插入函數 就我打開之後 這個地方看一下裡面有沒有 打開VBA 裡面的話呢沒有任何的Module 所以按右鍵插入一個Module OK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它說什麼呢 將以下的程式複製並貼入模組中 OK很簡單嘛複製程式 所以你點它一下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把它直接貼過來就OK了 貼的話按右鍵貼上 好完成了 那其實重點 那你應該要看懂大概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它一定是Function 頭在這裡 那尾巴一定會有個M的Function 這個第一個 我記得啦 建議各位一定要這個至少要看 其他看不懂沒關係 這個Function頭跟尾一定要 至少要知道喔 一定要有頭有尾喔 不然會發生錯誤喔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制定函數的名稱是這一個 有沒有叫什麼 反正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稱喔 不太討喜的話 你可以改 但是記得喔 你要改的話呢 你這邊改完喔 下面這邊也要改喔 你不能說只有改一個地方 好啦 那我們先不要改好了 不然一改我覺得 牽一髮動全身 那我們只是想要驗證說 到底它有沒有這麼厲害喔 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只是跟它講說 把上面的這個什麼啦 我只是很簡單的跟它講說 請幫我 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喔 OK 只打這樣而已喔 然後呢 產生程式之後貼過來 好 試試看好了 我什麼都沒改喔 什麼時候都沒動喔 我把這個 這邊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的話呢 Function會不會出現呢 試一下 插入函數 第一步啦 如果要確認你有沒有成功 只要確認說 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使用者定義 如果有的話呢 那表示你貼上是沒問題的 而且你是貼到對的地方上 然後你貼的應該也是方選 所以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像上網同學是貼到SARB SARB一定沒有OK喔 那名稱就出現了 有沒有這個名稱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不過它有時候會這樣啦 你如果做太慢 它有時候會卡住 我們快一點 你那個動作不能卡太久 不然它會彈不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參數名稱是SAL SAL指的是儲存格 儲存格就是這個啦 A2 丟給它 結果沒有東西 好像對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對了耶 而且感覺應該會 我想如果 跟剛剛那個公式比起來的話 用起來我覺得 這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有沒有 就這麼短 只是這個名稱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 你是可以改的 至於怎麼改 我之前有講過喔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不好 就是把剛剛的 產生的那個 這一段公式喔 你試著把它再改成VBA看看 然後在改之前 先了解一下 剛剛的公式的函數喔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制定函數部分 我是覺得說制定函數這個部分喔 只要你問題問得對喔 說真的 目前那個 ChartGP幫忙產生的 VBA function的程式喔 我自己使用的經驗 還蠻正確的耶 很少遇到有BUG耶 OK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使用的成熟度 應該是算蠻高的啦 OK 是蠻推薦 可以這樣用 OK 那當然 得到的結果喔 就是不再需要輸入橫種長的公式 你只要需要知道說 如何插入這個 插入這個制定函數喔 所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會多一個類別 叫做使用者定義 定義裡面的話 只要找到那個function 直接選正確的資料給他 答案就出來了 OK 試試看喔